政府增加拨地兴建居屋等资助出售房屋,并且借市区重建局之力提早推出港人首次置业盘,又改变定价模式,形成加大折扣之效,有幸中签者可大降上车负担。 不过,对人数庞大的等候上车一族而言,只是杯水车身,加上司楼楼价料更高企,置业仍然是难缘的梦。居屋以帮助中层收入市民首次置业为目标,现时居屋定价机制是由市价牵动,打个折扣,形成售价除同市价折折上升,导致最新一期有居屋最贵单位估值接近900万元。 打七折后以630万元开售,要是这套计价方式不变,迟早出现估值千万元的居屋,与目标之助对象的负担能力距离,愈拉愈远,即使居屋愈来愈贵,但因私人住宅楼价狂飙,形购仍然极度踊跃,最新一期就收到逾15万份申请,超额33倍,创下当局恢复出售居屋以来最高纪录,一些符合入息资格限制的申请人。 个人财力根本买不起,而靠父母等亲友帮忙上车,导致居屋和私留一样出现父母盘。 现在政府提出改变居屋定价的计算方法。 以市民负担能力为主导,以无留家庭月入中委数作参考点,确保每期居屋至少有七成半单位在其负担能力范围。 以最新一期居屋的估值计算,售价大约会低到52折。 依此基准,以收入教居屋为高市民为对象的首置上车盘会打62折,鼓励公屋居民由租转买。 腾出所住单位的6字居会打42折。 全都比7折买楼便宜,比起原本的计价方式,这个安排属于先甜后苦。 原因是市民享受了较大的折扣买楼,日后转售时要保回的差价会较大。 不过,现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降低市民上车门栏,避免出现天价开售的资座房屋,让市民有能力买到,当局维持转售保价安排,避免产生纳税人巨额补贴。 也不会出现纯粹按建屋成本计价产生的不同地区居屋和等价钱的现象,维持比较公平的安排。 不过,单靠变商调高折扣,受惠的指示幸运中签的市民,紧占申请者极少比例。 要更多人受惠,就要增加供应,当局宣布把9幅原本或作私留用途的土地,改划为供应房屋用途。 提供10600个单位,部分将用作资助出售房屋。 此外,市建局原计划在明年第二季落成的红磡码头围到新盘。 亦可提供450个单位作手字盘,可以给安达神道手字盘早塞投入市场。 可视,单看最新一期居屋收到的15万份申请,就可知道这些额外供应仍然增多足少。 远远不负需求,此外,这些额外供应,是从私留用地调拨过来,难免令私留供应比预期少。 要是到时私留供应未能达到年均18000伙的目标。 势必推高楼价,令本以热火朝天的楼市热上加热。 当私留楼价继续飙升,就有更多市民买不起私留。 要申请居屋或手字盘来源置业梦。 到过来令本以严重超购认购的资助出售房屋更加求过于供。 要是私留租金除留价成本上涨。 还会驱使更多人申请出租公屋。 令轮后公屋仁龙掌上加强。 资助出售房屋扩大折扣。 中签的幸运仪得以减轻负担。 但是,大部分向于这却可能面对更难上车的困境。 要改变这现象,只能靠大量增加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 以及出现私留价格下降的市场环境。 除非政府有能力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否则目前十个茶壶五个盖的困局,恐怕难以改变。 在未经许可上关注出售房屋扩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请立刻起来就是参加草获奖的售房屋。 金环境将从邀介入工屋扩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所以请立刻起来就是参加草获奖教室吧。 请立刻起来电话扩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向上打谷扩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现在只能够造成誓成本庉获奖復小地堤的